皮诺县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率 已突破15% 迈入高龄社会 为让长者活出快乐与健康 皮诺施工所推出长辈幸福学堂 规划丰富多元的课程 欢迎伊法族踊跃报名 一起快乐学习旺季年龄 之前我们有推过长辈共餐 得到很多长辈的认同跟支持 他们觉得出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然后认识一些好朋友 所以我们今年度再推了一个政策 就是长辈幸福学堂 这部分也是希望让长辈走出来 然后可以在走出来过程当中 除了联谊之外 然后去学到更多的一些成长 长辈幸福学堂今天开始报名 一早就有不少民众到事工所洽巡 希望能透过学习 让自己的生活更多彩多姿 我刚好在社区网络里面 看到屏东有一个社区网络 从那边发现到 昨天我翻到了 今天开始报名 所以我才赶到这的时候来 我今天已经满67岁了 那看了课程就说 第一个打发时间 第二个交消朋友 第三个有些创意 让我可以参加 是增加点知性心吧 退休了没事吧 所以就利用这个时间来学习 长辈幸福学堂 包括智慧3C生活乐 时尚创意走秀 家庭水电简易维修 木衣DIY 健康养生讲座 及长辈乐游等多元课程 除讲座免费报名 其他课程着收报名费 年满65岁以上的屏东市民 皆可参加 名额有限 欲了解课程内容及报名资讯 可向屏东市公所社会客洽询 评论新闻张如意柳健荣 采访报道